这个理发品呢 之前单腿立棍 说实话 就是这个场面呢 在举重台上极其罕见 你不要感觉好像说挺正常 拿这个事呢 似乎说和NBA当中的诺威斯基金基独立 两者之间连绝到一块 两个概念 就是在举重舞台能做到这么大的重量 对不对 当时也是举出了自己最重的一把 能来个金基独立相当难得 因为举重这玩意儿呢 看似好像是双手在法力 实质上呢 双手是打配合 这个举重重点就是靠下排法力 因为举重呢 它就是整个举起来的过程 无论是抓举还是挺举 上肢主要是配合技术动作 就是完成技术技巧 靠上肢去进行运用 但真说法力的话 上肢根本就是 起不到法力作用 上肢主要是支撑 你比如说靠着这个走关节 挺直情况之下 自然支撑 能够把这个挺住 借助这个重心调整呢 靠下排法力把它撑起来 上来这个抓举 来一个高翻之后 你看没有 啪啪就挺起来 更多还是靠这个惯性 以及身体重心的控制 不是主要靠这个胳膊 举起来的 胳膊更多还是靠惯性 就是辅助一下 顺势而为 一般来说都这样 它这个主要是靠腿 但是不得不讲啊 就这种动作呢 按理说不应该做的 按理说呀 这种动作 你真说一旦做 就非常容易受伤 这已经是极限动作了 你要了解 这种动作会带来什么后果 非常有可能导致 十字韧带死裂 因为它这个 当时举重情况之下 这么重的分量 你靠单腿之上的话 单腿是不稳定的 双腿还是比较稳定 单腿不稳定 一旦说左右晃动 幅度一旦假扒 这就完了 当时十字韧带死了的话 那就废了 整个举重生涯 基本上算是炫高报废了 因为举重主要是靠向盖法力 如果说你膝盖 不是特别健康 那就完了 这只能讲一高人胆大 但是不得不说 这种动作 正常来讲 谨慎吧 对不对 谨慎操作吧 当时能够看出来 其实李发斌 他是有意为止的 他不光是要找一个身体平衡 某种程度上有意为止 当时炫一把剂 宰下一下自己超强的能力 所以来了个经济独立 但是有很大风险 举重就着特点 主要是靠双腿 双腿一旦出现上病 那就毁了 尤其重上的话 那就完了 上肢有点上病 一般来讲影响不大 上肢 因为上肢不是主要发力点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我过上肢是靠双腿的 是靠视频 发自那样的